大巨蛋案过招 北市府扬言 拆屋还地 北市大巨蛋拆还是留 北市府与远雄持续过招 北市府昨天还抛出 不排除终止合约 接管大巨蛋的策略 对于远雄 呛下要北市府实价买回 不可规则于甲方的 合约的终止 那么没有任何实价 买回的这些问题 而远雄还必须要 自己付费 把它拆屋还地回复原状 回来这是他的责任 北市府体检小组 指大巨蛋有五大问题 提出拆蛋或拆商场两种方案 但是远雄都不接受 北市府说 远雄有其他方案欢迎提出 但如果不愿意配合 市府会透过合约管理 工法规范等方式来处理 不过远雄认为 北市府模拟安检方式太严苛 对北市府提出拆蛋或拆商场方案 远雄说 当初季蛋就是要靠商场来加强它的钢性 两边是要共构 你拆蛋或是拆商场就会垮一边 那这是不可行的 他宣告的就是说 不拆任何一面墙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这是解决不了现在的公共安全的瑕疵 比起前一天 远雄昨天态度放软 表示希望跟市府好好坐下来谈 找个公正第三方来检视 可以接受在大家够不便的前提下 做一些小的修正 《洞新闻》报导 多加爆料给苹果 精彩用 就拨奖先全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拨账号或电子邮件 苹果运入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 我捐款